透过热点分享观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德传媒,我是Gary 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系列数据 虽然这个数据经过了美化,但依然很难看 11月城镇失业率上升至5.7%,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了5.9% 也就是失业率持续上升,消费率持续下降 房地产市场11月份继续下跌 70个大众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了0.25%,二手房价格下降了0.44% 随着疫情的不断蔓延,经济的不断崩溃 中共央行决定继续放水1500亿,想借此提振市场信心,让经济恢复 但从11月份发布的经济数据来看 中共的放水程度已经创了2016年4月份以来的新高 这种程度的放水如果放在早几年,也许早就鸡犬升天了 但实际情况却是没起一点波澜 可能有朋友要问了,那钱都去哪了呢? 另外,中共人民网在凌晨发布了《扩大内需战略纲要2022-2035》 我大概看了一下整篇文章 感觉上中共面对经济问题已经潜履于寄穷 而中国民众反馈出的实际情况是 花钱很简单,但是想要花钱首先得有钱 中共内部应该清楚老百姓是没钱了 也许只有台上那位一尊不知道 那么问题又来了 中共高喊扩大内需有何猫腻呢?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了以上两个话题 首先我们来简单看一下中共扩大内需的纲要 纵观整篇文章的内容依然是党八股 通篇假大空花大饼 文件提出,毛定2035年的目标 十四五时期实时扩大内需战略的主要目标是 促进消费投资,内需规模实现新突破 那看到这句话我就想问问 具体达到什么样的规模算新突破呢? 没说,未来是否总加速市口号一喊就突破了呢? 不知道 这让我想起了总加速市开过光的嘴 面对6亿人月收入刚过1000 那总加速市说实现小康了 那不管实现情况如何 总加速市说实现了,那就实现了 没实现也实现了 那最后啊,这就算总加速市的政绩之一 未来估计扩大内需规模也照方抓药 总加速市扩大规模取得突破了 那就扩大了突破了 要不怎么说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呢? 完善分配格局,内需潜能不断释放 用什么样的数据来判定完善了分配格局呢? 同样没有量化的标准 到时候党说了算 另外一条 提升供给质量,国内需求得到更好满足 这就如同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可是最终啊,谁也不知道哪个更好 那完善市场体系,激发内需,取得明显成效 畅通经济循环,内需发展效率持续提升 后面几句也基本上跟前面一样 模糊标准,为自己留下无限烂尾的空间 这篇文章啊,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混乱的口号 就像中共给共产主义画的大饼 物质极大丰富,按需分配 但是他没说物质丰富到什么程度算极大丰富 也没说谁有权利谁才能按需分配 那我们先来看国内老百姓面临的困境 根据中共央行涂脂抹粉后的数据来看 中国居民负债总额已经超过了200万亿 人均负债率超过14.7万 其中房贷占了相当的比重 截至上半年 居民贷款余额为73.29万亿元 再加上公积金贷款6.89万亿元 总债务达到了80.18万亿元 信用卡借贷总额为21.75万亿元 其中有842.85亿 以逾期超过半年 说这些数字啊 可能朋友们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 网络上曾经有这样一个视频 在广东一家超市里面 一位女子买了一个198的榴莲 在排队结账的时候 她丈夫瞬间崩溃 妻子看到丈夫崩溃 自己也跟着哭了起来 因为她已经一年都没吃过最爱吃的榴莲了 那这天到超市实在忍不住 就想犒劳一下自己 没想到丈夫是这样的反应 原来是丈夫的压力实在太大 撑不住了 他们每个月的房贷5000 车贷3000 还要给双方父母每个月生活费 各2000 加在一起每个月固定的支出是12000 这还不算日常的生活开支 当多数民众掏空了6个钱包 背上巨额债务 而且这个债务在未来20年 二三十年内都如影随形 面对收入下降 经济前景一片暗淡 那这个时候心理承受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 这还是运气好 能平平安安拿到房子的人 如果遇到开发商爆雷 卷款跑路的 工程烂尾的 那就更是欲哭无泪了 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 谈促进消费就是耍流氓 众所周知 内需不足的核心是消费 消费的核心问题是居民收入 根据招商银行年度公报来看 中国的富人群体 只有310.18万人 大约占零售客户总数的1.9% 却占有了82.15%的存款 由此可见 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 没有一场彻底的颠覆 就不可能彻底解决的程度 根据国内网友的反馈来看 现在国内的城市房价 有一个算一个 哪个城市没有巨大的泡沫呢 居民负债真的只有6-70%吗 算上私人贷款 花贝借贝信用卡破80%不过分吧 还有20%左右的青年失业率 近2亿的灵活就业人口 扩大内需的基础从何而来呢 这还是居民负债 还有大量的企业负债呢 那关于中小企业的艰难程度 网络上有大量的企业主哭诉的视频 过去我们也介绍过很多 那这里就不赘述了 在清零折腾三年以后 多少个家庭被掏空 多少餐饮零售服务业倒闭呢 这些中小企业的老板有哪个没负债呢 中小企业的倒闭也造成了大量的失业 面对如此困境 别说消费了 活下去都难呢 这些都是社会中创造价值的中间力量 除了中共国社会依附于权利的蛀虫以外 目前有钱有能力消费的只剩下老年人群体 在被儿女一套房掏空钱包以后 仅剩的一点点钱还要给医院留着 动辄几万几十万的巨额医疗费用 往往是辛辛苦苦几十年 进了医院就被清零了 这还是幸运的 而不幸的是大多数最终人才两空 甚至背上巨额的债务 总之就算不死 也得被扒一层皮 中共国那个支付项目少的可怜的医保 基本上就是杯水车薪 没太大用处 原本压在中国老百姓心头上的三座大山 住房养老医疗 已经压的人喘不过气来了 清零三年以后 又多了巨额债务和失业 这些问题只要中共还掌权一天 就无解 有人说扩大内需提高消费就好了 大家都舍得花钱 中小企业就活了 中小企业活了 那么就业也就跟着好转了 这样循环起来经济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问题是消费的钱从哪来呢 能活着已经很艰难了 一屁股债还不知道怎么还呢 哪有什么需求啊 能活着就算需求了 而中共是个属皮球的东西 只吃不拉 让他搜刮费民脂民膏一个顶仓 让他突出点来呀 比登天还难 退一步说 就算老百姓勉强有那么一点收入 得优先还房贷 那消费前例从何而来呢 还有人说 是扩大内需不是扩大消费 对于政府来说 扩大投资最需要的不是钱 而是集中生产要素 也不需要完全拥有生产要素 获得支配权控制权就可以 消费当然希望提一提 但属于锦上添花 有没有都行啊 未来的发展方向依然不是消费型社会 而是进一步加强生产型社会 预测政府的大方向并不难 看看哪条路对政府来说容易 最有利就可以了 最后这句话算说对了 中共政权好话说尽 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他们的控制权 问题是只有老百姓有钱了才有需求 中共再怎么集中权力办大事 如果需求都烂在库房里 一点意义都没有 老百姓有了钱自然就有需求了 所以如何提高国人的收入才是重点 可是经济发展的成果都被权力拿走了 再进一步说 这还是权力不受控制的问题 可是当民众想限制中共权力的时候 就成了寻衅自势 颠覆国家政权 最终我们看到 这是个无解的死循环 这是中共现行体制无解的bug 有人说中共可以学习新加坡政府 每隔几个月就给老百姓发钱 发购物券 新加坡也是一党独大 一党专政跟一党独大 那是两个概念 有人留言问我 你怎么不说是新加坡政府呢 这个话题过去都聊过几次了 那可以翻看我过去的节目 对制度有详细的描述 咱就说发钱这个问题 同样是放水 新加坡政府发出来的钱 是以家庭为单位 以家庭收入为标准 精准的投放到每个家庭 甚至每个国民 消费券也是一样 只要符合资格 家家有份 消费券这东西就太好了 既让老百姓购买生活物资 减轻生活压力 也让商家提高了销售额 因为消费券是有时间限制的 过期作废 那消费券自然而然的就提高了消费 这事就放在中共国呀 那就乱套了 掌握权力或者有关系的人 一定是多吃多占 到时候呢 一定有人手握一大堆购物券 而真正需要购物券的人 只能拿到一点点 我们看到 这又回到了中共的制度问题 中共就算想给老百姓发钱促消费 他也不敢呢 况且中共放的水已经不少了 从11月份发布的经济数据 就可以看出来 在11月份 中国社会融资增量为1.99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少 6109亿元 M2余额264.7万亿元 同比增长了12.4% 中共放水印钱的额度 已经创下了2016年4月以来的新高 那关于社会融资与M2的定义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网络上查一下 那咱们就说人话 借钱的人变少了 钱却越来越多 可钱却没有落到实体的经济中 一直在金融系统里面空转 这是好听的说法 真实的实际情况是 一部分钱很可能落入了掌握权力的人手中 只要钱没有到老百姓手里 或者说老百姓没有赚钱的机会 扩大内需就是个笑话 只能是喊喊口号 有网友给总结了中共扩大内需纲要的重点 什么是内需呢 说白了就是国内的需求 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为什么要扩大内需呢 很简单 文章翻译过来 说的人话就是 国际形势太难了 出口搞不动 那究竟怎样扩大内需呢 扩大哪方面的内需呢 国务院也不知道 什么内需需要扩大 因此啊 就在后面把一些领域粗略的都说了一遍 什么家政啊 新能源呢 旅游 医疗 什么教育 电商 房地产 通通都带上 唯独有一个问题 没怎么说 刺激消费的核心 还是钱呢 这就又回到了 共同富裕先让一部分人 富起来的那个问题 至于怎么带领剩下一部分人富起来 又上升到思想层次了 所以这次的刚要说的是 什么是内需 先不理 提高财富 靠自己 在我个人看来呀 这还不算什么 只要中共放开对老百姓的管制 以中国人的勤劳和聪明才智来说呢 一定能充分发挥想象力 创造力 白纸革命 就像我们展现了一次 中国也一定能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机遇 问题的关键在于 中共的存在阻碍了这一切 刚要最最最最恐怖的一句话是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是啥思想呢 就是烂尾工程思想 只要学了这个思想 最终的结果就只有烂尾 好 感谢您的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